還記得我們去年跟大家說過 有這個2035到台灣 這個歌 動歌感覺上是蠻搞笑的 但沒想到現在最新版 有真人真事版 說有一位台籍的火車司機 還有名字叫何志剛 他真的很想開火車 就開到咱們台灣來 說是要踏上他父親 生前十分嚮往的故鄉之路 有華哥這又是哪招 好 我們講2035去台灣 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它的原 原創餘是跟中國高鐵是有關的 那它跟高鐵有關呢 它主要是分三個地點 因為從福州到平潭的高速鐵路 開通了以後 它希望建海底隧道 一條是到新竹 一條是到台北港 另外一條就到桃園中正機場 它有三條海底隧道 海底隧道現在技術已經不是問題 那問題是政治問題 好 就是因為是政治問題 所以中國大陸就用統戰的方式 以親情呼喚的方式來告訴台灣 說我們到底何時能夠去台灣 那何時能夠去台灣 他們最近中國新聞網就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是何先生 這個人他是專門管什麼 他是專門管福州到平潭高鐵調度的一個火車司機 那這個火車司機呢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就是何志剛 何志剛的爸爸叫做何勤雲 何勤雲是這個地方 各位來看 有一個小小的 是花蓮縣吉安鄉 他的爸爸就是當年 他的爸爸當年就是17歲的時候去重軍 那重軍以後因為他被俘 他被俘以後他留在中國大陸 留在中國大陸結婚生子 那剛剛好 他就是他的兒子 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波的統戰 各位以為過去都是面向國民黨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統戰方式 現在完完全全改變 各位曉不曉得他改變的方式那是什麼 他反而去爭取叫做原鄉統戰 他為什麼要爭取原鄉統戰 各位曉不曉得 現在無論政協 無論中國人大 裡面都有所謂的高山族 代表或者是少數民族的代表 但是中國大陸他是不准稱 這一些高山族或者少數民族 這個不是污蔑性的名詞 那我只是在解釋這個過程 中國大陸就不准他們稱為什麼 原住民 所以他們會用兩個名詞替代 一個叫做高山族 一個是台灣的少數民族 他是用這個 那現在他們把那個精力 通通都花在什麼地方 花在我們的原鄉 就是我們少數民族區 少數民族區各位 第一個它是原鄉採購 包含你的工藝品 包含你的蔬果 還有包含你的農作物 那第二個 它是透過了一些團體 然後請原住民去什麼地方 去中國大陸參訪 那去中國大陸參訪的時候 那這些人就會出現 這些人就會出現 其實這個人我認識了 他現在是漳州的台商會的一個重要的成員 那他雖然是火車司機 但是他是肩負著一個統戰樣板的重任 那除了他以外 各位曉不曉得 人大也好 政協也好 13個人裡面 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少數民族 那這個人呢 就是誰 大家都 很少見過他 但是他現在的發言最多 各位知道 這個人的名字是誰 是陳軍 這些第一代的 都是經過文革的衝擊 那他是沒有 陳軍沒有 陳軍為什麼沒有 陳軍現在是台盟非常重要的一個負責人 那每一次人大或者政協在開會的時候 無論是張志軍 無論是劉解一 都會把他拿了出來 那他每一次來 講呢 就是這一套 一個知道原鄉采購 一個是請他們到大陸參訪 第三個就是說是有吸引力的 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就是發給你獎學金到中國大陸讀書 或者是到中國大陸任職 就是說這一些原住民的同胞 他們就是因為慢慢的變成統戰樣板以後 才有張恩樂他們進入到原鄉 當然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他的形象算是不錯 他的形象比林毅夫的太太陳雲英 因為林毅夫曾經背叛台灣 他是宜蘭人 他背叛了台灣以後 那陳軍是跟台灣根本沒有關係 楊楊大陸 劉勤 聖老師 楊小中心 餘 天 劉勤 從